他是三國時期最勇猛的將士之一 也是一位美男子 曾領導過喜倆一眾少女 有多少女人猶此猶醉的想嫁來她做新娘 建安七年 原上部將高幹和郭元聯合男匈奴殘女 扶除全進攻河東略取關宗 資歷校衛中寮寫信給馬騰、韓隨 陳述其中利弊關係 又派張濟、伯瑜等人去勸說 請求馬騰、韓隨出兵援助 馬騰派他率領萬宜人進入關宗援助忠饒 曹廷又命他為資歷校衛都軍從事 討伐郭元高幹等 郭元在率大軍渡河時 他率領自己的軍隊在郭元渡河過一半的時候截殺 作戰過程中他的腳部重劍受傷 但他沒有退縮 用布裹住了受傷的腳,繼續率軍作戰 曹操答應成相時曾想招攬他入朝為官 但他沒有前去復任 討伐國元後,曹操借漢獻帝 召拜封他為徐州刺史 但他依舊沒去復任 7月曹操率領中原大軍親自西征 與他的連軍在同關對峙 曹操軍想要西巡渡河 他聽書後對韓隨說 可以在衛河北岸巨首不到20天 河東糧食用盡已經變自行撤軍了 但是韓隨的半度機支的計劃代替了他的計謀 曹操後來聽完了他的計策後感嘆 此人要是不死,我恐怕連葬身之地都沒用 8月曹操親自率領從同關北渡 前隊剛過曹操和徐州以及虎士一百余人斷後 他突然率領步騎殺到曹操身邊的一百余人 在軍隊的箭矢覆蓋下不知所為 身邊將領劍事情緊急 將曹操架體帶出船中急忙不合 他率領騎兵在後面邊追邊射,劍由以下 嚇得曹操割掉鬍子,包上布匹,滾滅而逃 曹操幾乎上命 曹操布下虎持徐州一手用馬鞍擋劍 一手撐幹,拼死救出曹操 曹操因此才得以成功渡河 他成了張飛,大戰五百合而不分勝負 救援曹操也說他的勇猛不下於呂布 他就是馬操,人名錦馬操,也是五五上將之一